接下来要看的这个艺术节非常特别 创办于1985年的黎巴嫩贝特丁艺术节 是当地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艺术活动 在当地的历史古迹贝特丁宫殿中举行 今年的演唱者特地唱出两个小时的爱国还有反战歌曲 希望能够抚平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 演出者说就算在战火中 他们也会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 歌手站在黎巴嫩的宫殿前一连唱了两个小时的爱国以及反战歌曲 这是黎巴嫩一年一度的贝特丁艺术节 黎巴嫩位在叙利亚以及以色列之间 因为收留大量的叙利亚难民而引来恐怖攻击 首都贝鲁特甚至遭到汽车炸弹袭击 当地人不畏战火威胁 依旧举办贝特丁艺术节 用歌声传递他们的新声 艺术节举办在贝特丁宫殿中 这个宫殿已经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 是当地重要的古迹以及观光景点 离巴嫩用音乐去扶贫战乱的伤痛 也让世界听见他们的心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能一项 他在这种新谷豆里面 用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